梅克尔力挺欧洲移民政策与盟友其内讧 德国总理梅克尔,Angela Merkel,今天坚称,移民议题需要欧洲来解决,对他的盟友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,CSU,摊牌,毫不退让,恐对组隔三个月的执政联盟陷入险境。 路透社报道,德国政府其内讧,因丹任内政不长的基设党党魁赛赫佛,Horst Seehofer,主张,德国应把在欧盟其他国家登记的移民单方面送回本国,此计划遭梅克尔拒绝。 2015年梅克尔时失门户开放移民政策,若此政策遭逆转,不仅让掌权于12年的梅克尔微信受到重大打击,也在欧盟针对移民问题紧张关系升高的同时,伤害深耕开放边界系统。 梅克尔在美洲广播中清楚表明他的立场,这是欧洲面临的挑战,也需要欧洲来解决。 我认为这个议题对维持欧洲的团结有决定性作用。 梅克尔三天后将与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柏林以外的地区会谈。 梅克尔希望以二周的时间,试图与意大利和希腊等伙伴就移民政策达成双边协议,并在28、2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就全欧盟移民政策取得进展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